这段时间阿富汗变局成为全球焦点 随着美军提前完全撤离 此时似乎尘埃落定 但是对美国极其盟友后续影响却仍然还在酝酿 去美国国家利益刊文称 为什么美国决定从阿富汗撤军 答案或许很简单 因为阿富汗丧失了所谓美国伙伴的用处 与很多没有一样 韩国多年来努力证明它与美国的联盟价值 靠跟随美国政策来彰显自己的战略价值 由于美国重返印太策略 未来大国博弈只会更加激烈 美国所有盟友参与恶化策略 但是大国博弈会持续多久 未来美国政府是否会疲劳退出博弈 美国可以想走就走 但是作为邻国的韩国呢 虽然韩国一向较为低调避免冲到前线 但是作为美国盟友承担后果难以避免 尤其是阿富汗战争的教训让韩国更加清醒 而韩国更是趁美国元气大伤势打出组合拳 综合媒体报道 8月31日韩国议会批准了一项对称为反谷歌法法案 使得韩国成为首个对谷歌和苹果的支付政策实施限制的国家 在法案之前 苹果和谷歌要求软件开发商只能使用他们专有的机飞系统收款 并交给他们高达30%的分成 而法案规定 软件开发商可以引导用户通过其他平台支付 避免美国科技巨头做出分成 韩国是首个开了志格先河的国家 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重创美国科技巨头垄断地位 此外 近日韩国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认定驻海美军在2017年至2019年间 多次向韩境内运送剧毒和有害物质的行为违法 被告之一就包括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多年来 美国在韩秘密展开生化武器研究计划 及朱比特计划 美国经常未经任何申报直接秘密运送 并且运出过程不严计 同时超过20万当地居民署名 要求关闭美军生化实验室 在新冠随缘问题上 德特里克堡也一直是疑点中心 应该借此彻查 事实上美国撤军抛弃盟友的做法 让多个盟友看到美国有多不靠谱 平时敢怒不敢言 现在反抗的机会来了 不仅是韩国趁机反抗美国 英法德等传统盟友也陆续抨击美国 还要撇开美国建立独立军事力量 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会将收回大批叛逆的盟友 就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一事 近日90名美国退役军官联合发布公开信 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辞职 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这么仓促撤军 美国防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在执行责任时存在严重疏忽 导致了美国从阿富汗的灾难性撤军 这是自拜登布林肯接连遭威胁弹劾以后 由一起来自美国内部的质疑 蔓延到了五角大楼 不难看出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 已经成了该国内部互相攻击的有力武器 当前 美国政客和美国军方因此事件炒得不可开交 一边说真正负责撤军行动的是国务院 跟五角大楼没关系 布林肯作为国务卿 理应为此承担第一责任 一边说撤军一事 应当由美国防长奥斯丁 以及参联会主席米利负责 就美国在阿富汗失败 这些人似乎抓住了良机 企图借此达到什么目的 而作为美国当前总统的拜登 也不忘甩锅特朗普 认为今天所造成的局面 是早在特朗普时期就已经注定了 内部现在一团糟 但不可否认的是 阿富汗一事成了西方分裂的导火索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 认为美国不再可靠 在此背景下 印度也迎来了危机 据悉 阿富汗局势 已经迫使了印度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 而印度媒体甚至直接扬言 印度是阿富汗局势地区参与者中 最大的输家 当然 与其说印度是最大的输家 倒不如说莫迪才是最大的输家 为了挽救国内外危机 莫迪费紧心思登上美国的战车 除了与亚洲等国家作对 还包括对阿富汗政府下注 可现在美军不打招呼突然撤军 莫迪被狠狠打了一马掌 更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 不只是莫迪 与印度一样 日本原先也是想通过美国 来改善国内外的多个危机 在获得美国的支持下 得到更多的优势 可美国不仅没带来好处 反而在东京奥运保受过命以后 给日本泼冷水 如今菅英伟想在卸任之前 解散众议院保住首相职位 但现日说明已经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只能靠自己 为了逼迫友谊参选者期选 菅英伟借应对新冠疫情时的经济 让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 夏村博文整理出新的政策 如果政调会长参选自民党总裁 则无法提出整理经济对色的请求 菅英伟表明了 是在利用此举 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下手 如此不光彩的手段 所以看出菅英伟已经别无他法 只能用这样上不了台面的举动 而无论是莫迪 还是菅英伟的处境 都说明了在美国的炮轰下 他们只能是炮灰 话说回来 当他们选择登上美国的战车 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会迎来这样的局面 在8月30号 美军从阿富汗完全撤敌 这次撤军行动 让美国的信誉和实力备受质疑 就在众多盟友开始怀疑 美国究竟是否可靠之际 偏偏有不信邪 还对美国存在幻想的 乌克兰迅速贴上来了 据报道称 在9月1号 乌克兰总统曾连斯基 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外界筛策 乌克兰将主要和美国 提出加入北约 加入欧盟 乌冬问题 北溪二号项目等议题 在这之前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纪莫菲米洛瓦诺夫曾表示 无妨希望美国向基辅提供 与阿富汗相当的军事和财政援助 他还表示 乌克兰不是阿富汗 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我们正为独立和主权而战 我们在欧洲为安全所做的工作 比其他国家都多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前不久拜登曾下令 向乌克兰提供高达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当时就有分析称 从阿富汗扯军并不是美国霸权的收敛 美国绝不会反思 这是一个转折 他将寻找下一个目标作合 而下一个地缘政治漩涡中心 很可能就是乌克兰 而乌克兰似乎 也很自愿卷入大国博弈的最前线 其次 这次撤军行动 让欧洲传统盟友开始清醒 这些天 不仅猛烈平级美国靠不住 并考虑组建新的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力量 为了修补盟友关系 美国还可以再次利用俄罗斯威胁 让欧盟对美国继续保持高度军事依赖 乌克兰则是一颗重要的棋子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一句话 就同时给了两剂暴击 一拳给乌克兰 一拳给美国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称 由于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一百多套标枪反弹个导弹 现在塔利班用的武器装备 比乌克兰军队还要好 卡布尔机场内 依然能看到多架美军飞机 与大量美军还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武器装备 此外塔利班还从毫无抵抗的阿富汗政府军手中 缴获了大批美式装备 除了标枪反弹个导弹 阿塔现在还拥有黑鹰持生机 大力神飞机和数千辆装甲车 以及一大堆其他武器 事实上 美国在阿富汗驻扎了20年 花费了至少1万亿美元 对阿富汗政府军投入甚多 然而结果呢 相对于在阿富汗的巨额军事援助 自2014年 美国只向乌克兰提供了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现在乌克兰却以为自己能获得和阿富汗一样水平的军事援助 这次在阿富汗的教训 不应该值得乌克兰粉丝 但他们却还想着反其道而行之 那便是鸡蛋碰石头的后果 近日 苏州同进路北沿隧道顿垢的右线洞通 至此 这条线路的双线正是全面贯通了 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为何说中国又以逆天工程现身了 用通俗点的话来说 中国这个基建狂亡的称号又双弱灼出手了 再次向世界证实 中国基建实至名归 其实说到苏州同进路北沿隧道 很多人都不清楚 再次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工程为何被国家院士都对此胜赞 作为苏州贯穿南北的重要通道 也是城市的主要道路 但是这条路上却有一段无法直达 却需要绕行的道路 使得公路无法畅通 原因就是因为这条路上需要穿越两条高速铁路 还需要另外避开国家4A级景区 所以无法采用高架桥的形式来通行 以至于北沿工程一直无法进行 这里也一直被叫做断头路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在安全通行高铁的情况下 从地下开通隧道 那么这所谓的断头路自然就不会有了 但是这条路说的简单 做的难 主要就是技术问题 大盾购下穿高铁技术需要控制在沉降两毫米以内 不然必然会造成破坏 而这个工程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苏州同进路这一例而已 从2020年10月6日开动工 到如今尚且不足一年的时间 这条困扰了苏州十几年的路 就这么解决了 不得不说中国人果真不愧 激健狂魔的称号 所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前七虎才会如此盛赞 并且明确表示 这条路的施工在世界也是属于首次 激健狂魔的称号从哪里流传出来的 其实早就无法考据了 但是这些年中国做的庄庄渐渐 却从来没有愧对这个称号 比如亚安至西昌高速公路 这条建了13年的路 说到建造的时间 其实并不是说它建的慢 反而是从时间上更直观地认清 这条路的难修程度 因为这是一条建在地震带上的云中路 有人形容走过这条路就像是走在云上 因为这条路中的一段最大高差几乎可以达到2000多米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公路 大桥 高铁等交通要道的建设 都一次次突破奇迹 甚至用前无古人来形容 也一点都不夸张 不过说到基建 那就不得不提一嘴印度了 众所周知 印度一向喜欢从各方面对标中国 而基建自然是其中一环了 从技术层面来说 当年印度要和中国比修建大坝 结果中国修建三座了 印度才修一座 甚至装一座耗资220亿卢比 耗时42年的大坝 还在投入使用的22小时后 直接崩了 这还是开始修建的 还有更过分的 有印度网友做了一个简单的中印基建的对比 非常简单粗暴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却一句话指出了印度要害 是这么说的 中国讨论计划执行 而印度则是讨论讨论计划 然后卡在争地上 因为每个人都想从中间拿钱 不得不说 这话说的着实一针见血 当年印度计划修建一条长达1700公里的高铁 这其实本来没有什么很大的技术问题 但是偏偏印度最后烂尾了 原因就是争地有问题 所以不说技术 印度不够格和中国比 就是万众一心的实力都没办法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